在美国刑法里面的话 任何一个民众都有一个所谓的无罪 推定论这个权利 即使说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在你民众认罪 自动主动认罪 还是培养团判罚你有罪之前 都是清白的 这种情况之下既然无罪的话 那当然也是受审的期间的话 法官的话可以让你取保候审 保释金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 Belbon里面的话 往往就是说保证你这个民众的话 这个被逮捕的民众嫌犯的话 会出庭应诉 所以法官的话他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里面的话 这个被告在审讯期间 会不会逃跑逃庭的 出国了不回来应诉了 这是第一考量的因素 第二考量因素里面的话 被告出来的时候的话 会不会伤害的社区其他人 包括的证人呢 这方面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受害人 所以这种考量之下的话 每一个法院里面的话 他都会制定一个保释金的 好像夫妻吵架 发生家庭暴力的话 他为了保证当事人会出庭 他保证金在加州里面的话 是5万块钱 或者是没有受伤的话 是2万块钱 这个保证金里面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里面的话 你自己可以透过保证公司 保证公司的话 一般的话是收10%好像5万块钱 他是收10%5000块钱 这5000块钱的话是拿不回来的 这是作为保证公司里面的费用 还有他的手续费用 还有interest历史 当然的话你自己也可以筹钱 好像5万块钱的话 你必须要在自己拿到5万块钱 不过这个 如果你自己筹到这个钱里面的话 这案子结束之后 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话 他会全额的退还给投保人士 不过来说往往很多民众的话 都会一下子筹不到钱 所以的话还有最后一种方法里面的话 就是想办法透过律师到庭上的话 将保证金降下来 降下来的情况之下的话 或者是透过自己的朋友借了钱了 自己投保 这叫cash bill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可以透过保证公司 但是保证公司也好了话 这种情况 他往往要有足够的财力去抵押 毕竟的话 如果你万一不出庭的话 保证公司帮你投保金额的话 会被法院没收 所以的话 投保的人士的话 他也要确实他要有这个房子 车子有足够这个5万块钱的钱作为抵押 这样子保证公司才会帮你投保 当然的话 如果你是顺利出庭的话 这个保证金 保证责任的话 就可以了 你同时可以在取保候证 在审理期间的话 在外面居住